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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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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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导演 我想请问一下 首先手机在这个影片中扮演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就是在一开始有一段 他刚上车的时候有一段广播 就是在说什么手机离身了 魂也就没了 然后这个和影片最后好像似乎是相呼应的 此外想问一下 他中间有出现三次吧 是那个黑面人 就是蒙面的人 骑着摩托车路过 就是想知道这个印象所带着的 是不是比如说别人的眼光之类的 谢谢 对这个蒙面人其实路上 他遇到了他拉美车司机的发小 他们聊到过一段曾经去世的发小 他们曾经是结拜三兄弟 但那个人去世之后他没法回来 所以他俩因为那个中间后来的车上有这种争论和分歧 所以这个蒙面 骑摩托车的蒙面人可能是他一路上遇到的 就是他发小的一个幻觉吧 就是他心里留下了这么多年的一个阴影 一直没有擦除掉 谢谢导演 我们下一个问题 有观众我们这边中间 请把你的手 先继续指 谢谢 谢谢导演 请问一下您有什么对您影响比较深的电影或者导演吗 影响我的导演我喜欢的挺多的 但是这个金记得是因为正好是他在疫情期间然后去世的嘛 所以说我想通过这个事情当然他也是我喜欢的导演正好我想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 时间是发生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还有观众要提问吗 好 谢谢老友很喜欢 然后也很容易说我们在这电影的过程当中写到答案 还是还是对一些影线比较好奇 就比如说开头的那个老白他的租客 可能是在北京的时候因为疫情而被收到一些欺卡还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影线就是他们多年代好有胡子 然后包括左边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这些影线 然后包括他们三人包括小金还有胡子 还有男主两主他们的这些影线 包括你是想透露一些什么样更多的故事 这是我感觉很难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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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对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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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杜与点栏目 导演和 MKH characters 导演 你好 很欣赏你的这部电影 然后我的问题其实会比较聚焦在男主人公他的未来 我觉得好像根据本片给到的一些细节和线索来看 他好像没有太光明或者是太理想的 或者是太多的选择留给他 他在北京的出租屋也是被行李被扔出去了 然后他在庙里去问了一个算命先生 然后说他是适合饰演的北上 但是好像看不到什么光亮 然后同样对感情来说也是比较就是暗淡的 现在虽然说他可能感情在附近 然后所以然后到最后来说 好像也没有看到太多对于未来比较可以期许的地方 包括他在片中的三段感情 好像除了中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女主 可能给到了一些温存 但是其实他可能看到了孩子之后又陷入了不确定 所以我主要是想问您给这个男主设定的未来是 就是一个比较可能比较现实主义的比较暗淡的风格 还是可能您也暗藏了一些其他的可能的就是向上走的地方 对就是这个结尾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说是彻底说是他就表明他要留在家乡 也没有说要离开 就一路上被各种情感牵绊 包括算命的说他在 他的事业发展上在北京 但是他又可能想留下来 就这种他要听从命运的安排 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安排 他是被拉扯的 被这种左右拉扯的 所以其实我不想就我我的电影我不想给他一个非常确切明亮的一个答案或者是结果 就就还是希望大家找到自己的答案 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导演也谢谢左飞来和观众分享 也谢谢各位观众刚才如果还有问题想要交流的就欢迎我们出到电影院外面去再就是有秩序的跟导演交流一下 好谢谢大家大家再见